视频开始前,想问一下各位的冒险人 多少集呢?有没有萌新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梁夏 这期视频来说说没有树枝了该做些什么事 而且虚迷的力图任务都开完了,没事做 长好期可以做的几件事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 第一个,每日委托和树枝 以至每8分钟是回复一点 一天24小时可以恢复180体力 以及探索派遣可以获取摩拉 素材等奖励都是每天必做的事 第二个,每周生望 这个应该有很多玩家是忘记做了吧 三个讨伐悬赏和三个居民请求 一共可以获取15万的摩拉 相当于立脉的50数字吧 因为立脉花40数字42万摩拉 也是每周必做的一个生望了 第三个,每周周本 目前是有6个周本可以挑战的 北风狼不随秘境 需要在地图上寻找挑战 推荐的话是每周都打吧 掉的圆胚会比较多 像我这样的话 每周基本都打可以掉稳定2-3个 我已经合成了很多精炼武了 这些是剩下的 所以推荐大家做一下的 第四个,突发事件 我们先来到这个七天神像这里 传送过来不要动 等几秒就可以刷新这个突发事件了 打完可以获取摩拉 素材等丰厚奖励 然后呢,再传送到七天神像 小退一下游戏 重新进入游戏又可以刷新了 也是目前最容易刷新的突发事件了 每天是上线十次啊 这个突发事件呢 也是适合那些需要好感度的角色 和缺摩拉的玩家使用 第五个,成哥胡 每几天可以进去收收宝钱和好感度角色什么的 还可以在三年购买大量的 丰厚的素材奖励 摩拉,经验书,生物狗粮等等 不过就是没有原始啊 要是有可以兑换原始该多好啊 你们说是不是啊 我全都要 第六个,挖矿 相信挖矿大家也不陌生了吧 一个五星武器拉马需要九百多个弄造矿 还是很缺的吧 但是说到挖矿性价比比较高 你知道在哪里吗 没错 就在成员纪约的地下城 这里挖矿板之九十的概率是钓两个 有少的概率是钓三个 在其他地方的话 最多只钓两个 而且概率还低 推荐的话使用钟离,双峰,爪佑,夜狼 跑得很快 没有钟离的话可以换初代矿工也是很不错的呀 第七个,仓量自备鱼 每七天可以做一次啊 如果你觉得手动冲太慢的话 可以来到黎月这个地方的电气水晶旁边 冲得非常的快啊 可以把不需要的材料放进去 转换成一些随机的丰厚素材奖励 第八个,生物狗粮调查点 目前四个国家调查点 一共可以获取七到八万的生物经验 一只一个加二十级的五星生物需要二十多万 如果你比较懒的话 可以在黎月这几个密集的摸取点也是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这个地方啊 黎月老叫 基本是二十四小时刷新一次的 这里有很多狗粮 但是如果你不缺狗粮的话 也可以兑换成摩拉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呢 是吧 最后相信各位是经常和提米鸽子你来我玩的吧 不知道各位是使用哪个角色打招呼的呢 欢迎大家弹幕上啊 除了蒙德桥的鸽子 在蒙德这个死门穿过去 也可以飞来好几只鸽子啊 刷鸡腿的好地方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呢 好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呢 可以把弹幕证明你们曾经来过吗 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